玻璃工厂设备不停运转 制造业用电时间长 电费不容小觑 以台博来说 位在台湾的五个厂区 平常一个月电费加总 就要一亿元 六到九月下月电费 更是高达一亿一千六百万 听到明年用电大户 下月电费要再多一个月 台博董事长林波峰 觉得不公平 在现在比较高的价格继续维持 继续维持的话 就是全面要一致性 不能用电大户 才用下去这家 担心的不是这几个 用电时间跟淡季跟逛季的问题 我们是整体因为电费缺 其实台电就是为了 抑制夏季尖锋用电 19号电价审议会决议 明年元旦起 2.5万高压用户 包括制造业 百货公司 大型旅馆卖场等等 全年下月电价 从原本6月到9月 扩大5月16号到10月15号 拉长一个月 总共长达5个月 但明年1月开始 也会调降非下月电价 工总呼吁尽快公布细节 我们的费力部门 现在还要做一些 参数的设定估算 出来以后还会 报给能源局这边 那这些程序都走完以后 我们会尽快来公布 台电改变大户电费机制 强调高压用户 全年电价不变 也排版今年10月到明年3月底 电价动涨 不过今年1到7月 台电亏损已经高达1232亿元 全年估计亏损超过2000亿元 即使明年燃料走跌 还是无法弥补亏损 明年电价依旧蠢蠢欲动 谢谢观众领域 才能采访我们的